字幕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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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来到香港玩具展 英儿用品展 以及国际文具展的 新文发布会现场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有趣的新产品 这个玩具就是用智能手机 和一些传统玩具 拼在一起玩的一个射机游戏 就是利用这个 A-R的技术 就将现实的环境 和一些虚拟的世界的影像 放在一起 而这个游戏最主要就是说 外星人侵扎地球 那我们地球人是怎样去打架自己呢 创新科技是新潮流 除了实景玩具枪 还有一部智能手机遥控对战的坦克车 紧张刺激 适合一班大小孩一起玩 想找有收藏价值的玩具 这部1比18的国产红旗牌 豪华矫车模型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或者在家里摆放一套 4D城市景观时间组图 做成做成搭起 了解城市的发展和演变 BB 你好厉害啊 BB 你好厉害啊 玩具及婴儿用品 有助亲子交流 正如这个智能变盘 爸爸妈妈可以预先录音 鼓励BB自己去厕所 养成好习惯 BB 你好厉害啊 而这盏小夜灯 可以令伯克的小朋友乖乖地睡觉 醒了 他们可以找来一班朋友 来一场动物乐队大合奏 我们估计香港的出口总值 亦可以升到4% 根据贸易发展局出口指数显示 出口相对2013年的前景 仍然是维持正面的 而采购指数也反映出 这么多个行指数来说 玩具业都相对乐观的 尤其是美国、德国、英国这些市场 都是比较突出的 国际文具展、任务法局 以及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合办 展示淋淋种种的文仪用品 这是戒刀板 你看到这里很特别 你看到它发光的 就是这个戒刀板 其实设计在暗的环境里面 都可以操作自愈的 你看到这些有点光环 你对纸戒刀板的时候 就戒得很直 那条线可以 你想戒哪里就哪里